你听说过波斯尼亚金字塔吗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近三万年来 其内部持续散发着一股不可思议的光束 那么这座金字塔为何如此神秘 它的内部又有什么玄机 2005年4月的一天 波斯尼亚考古学家奥斯玛纳吉奇 在访问波黑小城索维科史 听闻索维科博物馆馆长霍德维奇 提到了一座外形非常奇特的小山 这座山四周方方正正 山坡成阶梯状 看上去很像是金字塔的形状 奥斯玛纳吉奇立马来了兴趣 他见到这座名叫维索奇查小山之后 看到其呈现出几乎完美的几何形状 当即认定这座山绝非是大自然的杰作 而是出自人工之手 心血来潮的奥斯玛纳吉奇 很快便投入到了勘察工作当中 他先是在小山的各个角度与位置进行钻探 而后又采取了手工挖掘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奥斯玛纳吉奇发现通向金字塔的平台 全部由石板铺成 其表面十分光滑平整 此外金字大的墙壁也都是由棱角分明的石块所砌 以上发现全部印证了奥斯玛纳吉奇的猜测 这座小山就是一座金字塔 经过了长达几年的挖掘工作 波斯尼亚金字塔终于现出原貌 根据资料显示 该金字塔群共包括五座金字塔 分别是太阳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龙金字塔 地质母金字塔和爱的金字塔 其中太阳金字塔高度达到惊人的220米 而月亮金字塔高度也有190米 这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已知的世界最高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而关于波斯尼亚金字塔群的真实规模 来自萨哈热卧的地质学家塞纳德巴赫鲁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先是分析了金字塔的卫星地面图像 而后将其绘制成了3D模型 最终推测该金字塔群中的太阳金字塔的真实高度应该有360米 这也就是说目前所能看到的220米 只不过是太阳金字塔露出地表的高度 在这座金字塔建造初起 其设计高度要比现存高度高出100多米 然而这还不算令人称奇的地方 在考古学家的报告当中 他们所推测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土壤年代平均在1.2万年以前 这是什么概念 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奇迹之一的胡夫金字塔 才只不过建于距今4000多年前 而这份报告所推测的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年龄 也只不过是表面的数值而已 因为考古学家一致认为 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建造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近3万年前 其理由是金字塔附近一带的土壤 是由于地球解冻期的一次大洪水 所携带的泥沙反复冲刷所形成的 最终近半部分的金字塔都被利盐地层所掩埋 而真正的原始土壤要比现在深得多 而到了2003年 考古学家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证实 来自乌克兰基辅的研究所 用放射性碳十四检测法 检测到太阳金字塔混凝土块下的有机物 可以追溯到2.9万年前的远古时代 这也意味着当时的人类已经具备了建造巨大几何学建筑的能力 波斯尼亚金字塔究竟有多神秘 它是比胡福金字塔更高也更古老的金字塔 其内部竟不断地散发着神秘的光束 距今3万年前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这座金字塔身上还有多少互为人知的秘密 经过这重重考察 奥斯玛纳及其认为 波斯尼亚金字塔是近3万年前的古伊利利亚人建造的 在冰河时期的末期 欧洲的亚德里亚盆地是比较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从如今的地球版图来看 应属于萨尔维亚、波黑、斯洛文尼亚等一带 古伊利利亚人那时便在此居住 古伊利利亚在当时具有比较发达的文明 而这一古老文明之所以会中断 则是由于1.2万年前的一场宇宙大灾难所导致 当时的欧洲地区开始大范围结冰 海平面也不断上升 最终古伊利利亚文明被覆灭 永远消失在了地球上 而波斯尼亚金字塔却成为了 古伊利利亚人为数不多的遗迹 如果说被称为奇迹的胡夫金字塔的诞生 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那么更加古老的波斯尼亚金字塔 岂不是堪称神迹一般的存在了 而建造出这一神迹的冰川旗人类 其土木建造技术究竟要优秀到什么程度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波斯尼亚金字塔群中的太阳金字塔 其四个侧面的方位与埃及金字塔如出一辙 分别正对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人类智慧和建造技艺有多么高超 不仅如此 根据研究人员测量发现 贯穿整个太阳金字塔南北方向的中心线 与地球北极点的误差角度 甚至达到了零度零分十二里 要知道埃及金字塔的误差角度也只不过零度三分 这也就意味着 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建造水平可以用神乎其神来形容 这般精确度 即便拿到技术发达的当今时代也堪称完美 波斯尼亚金字塔的高超技艺 还体现在其他方面 比如太阳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 以及龙金字塔 大致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每条边相距大概2.18千米 其误差只有2% 为了进一步研究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建造工艺 考古人员下潜到金字塔下5米至25米的范围内进行勘察 发现在材质相同的岩层中存在实材采绝的遗迹 此外他们还发现地下保留有很多复杂的地下通道 这种种迹象表明 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建造材料 都是当时的人类就地取材的 在波斯尼亚等国的科研机构 对混凝土建材的样本进行分析后 发现这些混凝土均为人工合成品 这种材料有着很高的受压强度 并且还具备非常好的耐水性 其性能丝毫不亚于现代的优质混凝土 而在拉夫纳隧道里 人们还发现了大量的陶制品和土制品 以及岩石制品 其中包括了金字塔模型 彩色人偶 几何状的护符石等 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隧道里还保留有直径两米的沙岩石球 以及更大的陶制岩石 这些陶制岩石重量甚至达到了八吨以上 其制造工艺让人叹为观止 波斯尼亚金字塔到底有何玄机 这座世界上最大且最古老的金字塔 为何内部总放射出神秘的光束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012年 有众多物理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对外宣称 他们在波斯尼亚金字塔群众的太阳金字塔的顶端 发现了一束神秘的电磁光束 经过观测 这个光束的半径大约为4到5米 有时也会达到十几米 其活动半径维持在15米左右 而频率则达到了28000赫 电压阵幅在40毫幅到4幅之间波动 在用无人机对金字塔上方进行测量时 测量高度越高 其电磁力就越强烈 更加神奇的是 这个光束仿佛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从始至终都未曾中断过 一位名叫瓦奥莱特的博士得出结论 这一束神秘的电磁波光束 意味着在三万年前的冰河时期 这里存在一种不亚于现代文明的高科技技术 在金字塔的底部正中央 存在该电磁波的发射源 通过金字塔的顶部规则地向天空发射 这一束电磁波很有可能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 并且伴随有同频率的超声波 与此同时来自克罗蒂亚的物理学家 斯洛波坦·米兹多拉库 也投入到了该电磁波的研究当中 他和他的研究团队使用电波干扰 以及三角测量的方法 对电磁波进行了长达39个小时的观测 而后将观测结果送往萨尔维亚 和奥地利的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电磁波光束的发射源存在于 太阳金字塔顶端往下约2440米的地下 不仅如此 米兹多拉库通过数据还提出了一种假说 他认为在金字塔地下约2440米的范围里 埋藏着直径5米多的天线状的铁质层 他们依靠着一种电气供应 从而实现电磁波的发射 因而存在一种可能 从太阳金字塔内发射出的电磁波光束 很可能从金字塔建造之初起 也就是距今三万年前就开启了发射状态 一直延续到今天 波斯尼亚金字塔的发现 证明了如今的我们对于人类祖先的了解 才刚刚开始 或者说 从前的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人类祖先 我们对于远古智慧和科技存在太多的误解 甚至可以说 我们或许要改变 我们对于人类祖先是落后文明的看法 他们似乎和我们同样 熟悉大自然与宇宙的奥秘 无论波斯尼亚金字塔是谁所创造 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的创造 它都代表着一个无与伦比的远古文明 而我们想要找寻历史的真相 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下期再见